我是Sally 各位 大家好 我是明星君 AKM MCGIN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講一些有關愛情的事情 所以我別的這個知識 但我個人是非常討厭這個手勢 你知道嗎 因為這手勢其實不是什麼愛情 這就是Show me the money 所以我實在沒辦法正視這個手勢 我喜歡這樣子 好啦 今天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今天會談到有關 男女相處之事 因為今天Show me交我軟體 然後他來找我們業配 我自己也有先跟他們講 我說我這輩子從來沒用過任何的交友軟體 包含早期我們那個年代什麼AIO 什麼愛情公寓之類的 我通通沒有用過 哇 很老耶 超老 真的老 因為以前我一直覺得交友軟體 這東西在我的印象不是非常的好 因為我就覺得說反正我在生長過程中 比較沒有缺少朋友這個問題 我是缺少異性這個問題 所以我一直覺得那東西就是我不需要 再加上很多聽到很多的人 會在上面用有一些不正經的用法 包含可能會做生意在上面 那我覺得對來講印象都很差 但到這幾年 因為我們現在30過後了 我們不在學校了 然後我們的工作單位 彼此也不會像同學一樣那麼密集 所以你的交友圈其實會慢慢的縮現越來越小 不像以前我們很輕易可以認識很多的朋友阿 異性阿 同性阿 三幾歲以後過後身邊很多人開始在玩交友軟體 我現在身邊真的有好幾對阿 郎才女貌 然後因為交友軟體認識 穩定交友 然後有可能會結婚 這些東西是讓我對於交友軟體改變 我想說喔 對耶 需求實際上會出現在出社會以後 就是我說的是震驚的需求 交友的需求 然後我聽完他們的產品介紹 他們跟我說他們也是不鼓勵約炮 然後只要有約炮你覺得不舒服 可以直接跟系統間距 然後被封進這個帳號 所以他們希望是有一個乾淨 然後穩定的交友環境 然後大家人的素質都很好 那我聽完就覺得 嗯OK 我身邊剛好有一個人蠻需要的 我就想想 嗯 好啦我們就接下這個業配 但它主要是因為 它沒有要我提供它的產品 它只希望我聊一聊 我對於男女的關係 或是交往戀愛的關係的一些 觀念分享 我覺得OK 但我自發性還是請 我們的友人 原因是我跟班尼都結婚了 所以我們請友人Pieter 註冊一下帳號 我跟他見面 還是我們到時候那個下面那個 字頂留言 就是直接那個字頂 Pieter現在的那個使用狀態 約會中 嗯 回覆訊息 還叫他自己改 叫他自己改 Pieter Pieter 以後的照片也太騙了吧 那是我幫他拍的 這什麼 好帥 那是我幫他拍的很帥吧 你說在你原本那個攝影棚 當平面攝影師是我幫他拍的啊 好帥喔 好它的介面看起來是蠻乾淨的 那我們剛才把Pieter的帳號拍給你了 然後他有興趣可以上去搜索 看我們Pieter的帳號好不好 給他認識一下 認識一下 好 今天聊的東西比較長 我們到底有酒來喝好 邊喝邊聊 邊喝邊聊 今天主要會談的東西呢 有幾個方向 幾個面向 一 單身的狀態 二 對象選擇 以及過程的建議 追求過程 三 比較往後的相處 第一個就是 單身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覺得單身 並沒有什麼不好 你看Pieter過了也是 自自在在快快樂樂的 很多朋友 都會有聽他們說說 欸為什麼我條件這麼不錯 都沒有人喜歡我 或為什麼我都找不到我喜歡的人 我覺得單身的時候很適合做一件事情 叫做檢視自己的缺點來 因為那時候你時間多的是 你沒有另外幫他負擔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思考 然後將自己的優缺點攤開來 自行檢視 說實話 這個過程其實是 對自己來說是蠻赤裸 你這樣沒辦法在別人面前做啦 只是說 這太M了吧 這太M了 只是說 你覺得你的狀態都很好 你的條件都很好 但你長期沒有另外一半 找不到另外一半 相信我 你絕對有超級大的問題 一你可能不知道 二你可能不願意面對 我說的是事實喔 這是基本邏輯的問題 或是你不care 也有可能 那就是導致你沒有另外一半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的前提講 是為了要有另外一半 而繼續做探討 你沒有 你交不到另外一半 不代表沒有人喜歡你 你懂嗎 很可能是你有些人雞巴的點 你先讓自己成為一個吸引人 吸引異性的人 那接下來就會比較容易 往下一步前進 那這個缺點我實在沒辦法跟你講 我不知道每個人雞巴的點不一樣嗎 還有一個可能性 你的眼光高於你的實際價值 但是這個實際價值是 高於你喜歡的女生眼中的實際價值 簡單來講我現在去追蔡依林 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老是看到的一個 你喜歡的樣子的異性 根本不符合你自己自身的狀態 這也是很常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根本不了解你的需求 跟你的狀態 所以你單身的時候 你可以花很多時間去整理這些事情 好第一點我們就先這樣帶過 你們自己體驗一下 因為第一點其實還可以包含 你要檢視一下你的生活公司 跟工作狀態 好這一點我們就讓你們自行反省 我們先進到第二點 對象的選擇 那對象的選擇 我們先把人切成兩個方向 就算你是一個中間的人 你多少還是會偏強勢 或是偏不強勢 再簡單你就分的S跟N好了 我很明顯偏S 就是我很明顯偏強勢的 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我不會選跟我同屬性的人 我會選偏M的 我會選屬沒那麼強勢的 原因是因為 我就是一個族性很多的人 如果跟另外一半相處 還長期在做意見上的爭執 不是溝通 是爭執 那其實會非常非常的疲累 像Peter Peter Peter應該偏M吧 沒有他偏S Peter偏S嗎 只是他是看 他是對同性偏M 但是對異性偏S 他對同性偏S 他是偏S 看做什麼事情 看事情 對 對 那王志偉肯定就偏S 是啊 他肯定也是 就是也是比較大男人 就是比較大男人型一點點 像我身邊就有案例 這個男生明顯偏M 你不要笑 我不屬名 所以他喜歡的對象明顯偏S 他就只是冥冥之中就這樣選擇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他跟自己說他喜歡M的族性 你知道這會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找包內向 他適合跟S的人交往 但是S的人又讓他覺得很累 但是M的人又覺得他太沒主見 但是他的沒主見是因為他很和善 他是一個人很好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案例跟大家講的 先去確定一下 你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女性 第二點 你再確定一下 你適合什麼樣的另外一半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目前身邊啊 沒有對象 長期沒有對象的啊 我覺得都在一樣的問題啊 但 也不能勉強 我今天就要講的東西 沒有要說服大家什麼事 就是 希望給大家有更多的面向去思考 讓你可能有更好的交友方式 調整自己 調整 你要去調整 而且就是你讓你自己最好的狀態 你沒有急著找對象的時候 你當你自己跟自己說 好吧沒關係 那就慢慢來 這個人就會出現 我曾經急過好幾個女朋友 我只能說 急來的 聞不了 你今天錄的東西 跟我平常好不一樣 你今天錄的很 很 很談話性 下一個 下一個東西是 就是 有關追求的建議 不要 有太多的要求 以及 不要情緒很爽 我覺得長大以後 這兩件事 尤其大吉 年輕的時候沒差 我說的年輕的時候 大家都有時間在那邊跟你虧啊 像我們可能說 29 30 出社會 331 32 已經在充實優 我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去處理 太多的情緒性的事情的時候 建議 緩慢一點對不對 和善一點對不對 不然你很快 又把人家嚇到 你讓別人跟你相處很舒服 他自然想跟你相處 可是你如果動不動就是說 欸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你朋友那句 你們還沒交往 你們只是在可能交友軟體上聊天 或是情緒勒索 欸你如果不會有訊息 我就不跟你好好 你可不可以洗澡洗快一點 你可不可以洗澡 就是 我先不論交往 我們現在談還沒交往 還沒交往 你就是要求東要求西 這個很有可能就是我前面第一點說 這就是你的缺點 就是雞巴的地方 這不管是男性女性 對我來講都不一樣 它沒有什麼 你長得很漂亮 所以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知道你長得帥哥 不是他單純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煩人的事情 單純雞巴 就單純雞巴 你就想一個現實的事情 我們都想要跟 讓彼此舒服的人交往 不是物理上的 是心理上的 物理上的也是 你就是從物理都還沒接觸到 你心裡就讓人家不舒服了 而且又還是在軟體上面 或是訊息上 我怎麼會想跟你碰面 連朋友都不想當 我連朋友都不想跟你當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可能整天在那邊 講一些五四三的 然後你怎麼都不理我 我就在上班 我就在忙 所以這一點就是 我說追求上的建議 不過還是常調 我今天講的這東西 它其實僅供參考 每一個人的案例都不一樣 我只是說大方向 你可以往這方向去嘗試 再來假設你們交往過後 而現在這一 part就跟 用什麼媒介有關 交往過後很重要的三個步驟 聆聽溝通調整 這個溝通跟調整 是要你得到雙方都可以接受 並且舒服的平衡點 以我自己來講 以前的我可能一個禮拜七天 我八天在外面 留一天去哪了 冥界 益次元你面 益次元你 靠北 在打鼓高大大 我可能都在外面 那時候老婆也還是空服員 然後她很長時間都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樣沒差 但當結婚同居以後 我老婆就開始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飛長班 就喜歡飛短班 這樣子想待在家裡 那時候就需要做調整 但是我先說 很多東西都是從錯誤種修正的 勾通完以後做調整 所以我現在可能 一個禮拜出去三天 但因為我不能不出去嘛 因為外面那些場合 是我等要去了解的 不然會跟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會抵觸到 那溝通後的結果就是 雙方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有時候還是有些不滿意 但至少是 可以穩定的 繼續下去 那什麼叫做溝通呢 吵架算是一種溝通嗎 兩位 不敵心的溝通 沒錯 Pieter講是對的 就是不完整的溝通 像你們倆 可能說你可能罵他 你怎麼都不陪我吃飯 好奇怪喔 好奇怪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這種 我昨天向他都沒有幫我買晚餐而已 OKOK 可是吵架就是雙方彼此 像Pieter講 不理性的狀態做溝通 那這個溝通就是不完整 因為剛剛那個對話 其實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 我希望你帶我出去吃飯 理解 對吧 我說 就是說 你怎麼都不多陪我一點 你都是陪你外面的朋友 這個對話是什麼意思 對話的意思 我希望你多多一點時間給我 在這樣的狀態下 雙方都會不理智 然後劈一趴 亂陪一通 陪出一堆 可能無法抹滅的話語 那你覺得 有達到你要的目的嗎 沒有 你只宣洩了情緒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達到你的訴求 那你就是要用溝通的方式 溝通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多多一點時間 那如果 兩方都是可以這麼說的話 那其實並不太會吵架 像我跟老婆幾乎不會吵架 那我覺得用講的時候 雙方情緒比較冷靜 你比較能聽懂 對方的訴求跟表達是什麼 你不會做一些曲解 就像剛剛 再回到剛剛的話 你當然 你怎麼不得我陪我 你老是跟你陪我們出去 我可能就會解讀稱 我兄弟也是需要我陪伴啊 你對我兄弟有什麼意見嗎 就是跨成另外的問題 他變成另外的問題 阿翔說NO 他的問題就只是一個就是 麻煩你多多一點時間 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結束 只是我知道 其實像我理性成這樣的人 其實並不多 就是多數人還是需要 然後會有很多情緒上方向下 這時候會回到第二個話 第二個點 就是在對象的選擇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 是一個跟我一樣的假設人 我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同時也要跟我講話 那我們兩邊就是 劈啪的炒不完 這是為什麼我說前置作業 1234點 123點完整 然後第4點才會順 這是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假設對方的要求不容易 你一禮拜七天都問出去 如果這時候可以冷靜的講 他就可以是一個完整的功能 以我來說 我可能就會跟他講說 我是很希望可以陪伴 可是你也要理解 事實跟現實 在入座的事業上 我沒有辦法七天要待在家 七天要待在家 等於我沒有辦法去支撐整個 你未來的經濟狀態 以及幫他小孩 所以我需要出去三天可以嗎 就是我從七天減到三天 三天我就塞住不去 重要能不能過去 那你們聽 假設我是這樣跟你們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不接受的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抓到了一個平衡點 不只男女 我覺得人跟人相處是 你都要去抓平衡點 但是平衡點其實是非常難免 他需要經驗 他需要我們觀察人形 他需要長期的去了解一個人 才有辦法很完整的抓平衡 像我們團隊三個人的運作 就是在一個非常平衡的狀態 就是每個人其實都 我們三個人都有強勢的地方 我們沒有在交往 我只是在講人跟人 就是我們三個人 都有我們彼此強勢的地方 但我們接受彼此強勢的那個位置 我們把這個信任 放到他的強勢身上 你強勢的地方 我會讓你全全處理 因為我知道那是你專業的地方 那我們彼此在這樣的狀況下 那個就是我們相處的平衡點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不會吵架 就算我們有東西意見不合 那我們其實就是溝通完以後 然後想想 你說了我們就有道理 那就這樣怎麼做 那我覺得如果男女的狀態 可以變成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你的人生會過得比較快樂 然後在這邊提供一個小 小撇步給大家 那不強勢的人 通常會帶來一種特性 叫選擇困難 這個撇步是教大家 怎麼去協助別人 梳理他們的想法 你要理解溝通 還有第二個要點 溝通是用別人聽得懂的話 去跟他說你 所以我在跟別人講事情的時候 我不是用我的方式講話 我是試著去抓到 他習慣的想法跟邏輯 我會用他的方式去跟他說話 在梳理別人的想法的時候也是一樣 既然這個人有選擇上的障礙 那我就不讓他選擇 我讓他排除 我就會問他說 炸雞皮薩薯條 哪一頓你不想吃呢 從十個剃除掉一兩個 對方來講很簡單 可是從十個選一個是很困難 慢慢的這樣子排除掉了以後 最後就會剩三個選項 那這三個選項 可能另外半年就是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跨境內做選擇 那雙方就會在一個平衡的狀況 舒服 就是不會有人說 怎麼永遠都是你決定吃的 就是提供一個小方法給大家 也提供給大家 什麼叫做溝通 溝通就是用別人聽得懂的話跟他說 1 2 3 4點 重新簡短的整理一下 第一點 單身的時候 希望你先整理自己的狀態 讓自己變成一個吸引人的人 去清除自己的優缺點 跟明白自己的喜好 第二點 對象的選擇的時候 依照你上一點整理出來的答案 去觀察你遇到的人 看看他適不適合你 那我覺得不適合你不要勉強 因為勉強你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3 在追求的過程中 希望把步調放慢一點 chill一點 這件事情你擠很容易會壞事 你把你的整個態度放得和緩 我覺得對於彼此了解 可以再更深入更有幫助 然後在交往的時候會更穩定 所以我在交往的時候 記得三個要點 聆聽 溝通 調整 這三點做到 基本上我覺得關係算是會蠻穩固的 我覺得我今天講話 兵兵有理的 讓我很不習慣 你不要說你不習慣 我們兩個坐在裡面不習慣 專心到我想說沒喝 延伸議題相討的 苦肉計是否有用 就我沒有啊 好 對你沒有 苦肉計我覺得 當下會有用 那後面會反交 我覺得 兩個的方向都是對的 我給大家用邏輯的方式去分析 邏輯為何的個人 假設以我來講 我從 學生時期到現在 一向都是比較意氣同發的 就是比較大家知道的 會喜歡我的女生 通常就是喜歡我的兩個 如果雙方的成長 並沒有在 同樣的水準 一起往上 就會有其中一方被蠟掉 那他們可能就是分手 就可能說男生今天飛太遠 女生還在當小孩 那自然雙方關係會破局 那反過來 如果女生飛太遠 男生還在原地 有大女生 就會發生苦肉計的狀態 這個意氣風發的男生 這個原本崇拜他的女生 超過他 很多男生就會選擇使用苦肉計 就是裝頹廢 裝哭著求這個人回來 那這時候在邏輯上自己 完全錯誤啊 為什麼 他就喜歡意氣風發的人 他看到了另外一個意氣風發的人 這個人喜歡的是意氣風發的那個樣子的人 你不符合他的需求了 你試著挽留他去用苦肉計 這絕對是100%反效果 他就已經覺得你不夠成功了 你還用那種窩囊樣面對他 他就會更討厭你而已 感覺還說MV會出現 對啊 所以 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挽回另外一半 要怎麼做 就讓自己變 原本他喜歡的樣子 讓自己變得更好 而不是去抱怨 而不是去用苦肉計的方式 去面對你另外一半 那絕對是很反效果 為什麼 直到呢 變成我本人發生過 這是我本人的體悟 垂廢下去的人 他真的是更討厭 而且我那時候有一任 有真的是直接跟我講 他說 你現在看起來好爛 然後我想說 我突然這樣叮一下 喔喔 OK 這是真的啦 因為你只要把你自己再調整 調整成 不在乎失去的狀態 調整成更意氣風發 更加的成長茁壯 成為一個頂天利利的人的時候 才有機會挽回啦 但我不覺得挽回 你是一定必要 我只是說才有機會挽回啦 除非你是M體質的男性 或是你是M體質的那一方 你的另外一般強勢要炸掉 那苦肉計或許有用 但我覺得苦肉計不是長久之機的 我現在講的東西 以及我在判斷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八成九成最多 但是就是會有一層的特律 所以大家都不外話講的是 只是我今天給你們很多的面向 去觀察去看 然後自己思考 轉化成一個來看 然後最後還是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AV 的訴求 就是歐米這個AV 我還會接還有一個需求 因為他跟我家的貓名字一樣 這AV他主要是要提供安全舒適 然後真誠的環境 他希望大家是以真誠交友去運作這個AV 然後不歡迎約炮用了 那他有幾個有趣的東西是 他有設計的困子 就是在彼此相處的時候 可以用問答的方式去認識彼此 好!他有很嚴格的人工審核機制 然後上面的人 他們說他們都會審核的 都是優質的男女生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上面 看日日月刀P了 好 我們這一集 麥人稍微戀愛講談事 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集見 我們這樣錄多久 30分鐘出頭 那還可以啦 我沒有講的 你好像錄Podcast 對我常常錄Podcast 這集真的超像Podcast的錄吧 就是批啪一直這樣 但我剛剛講的你們有什麼疑問 其實都差不多理解 我覺得其實最難的是 執行吧 對啦執行當然是 它其實有點像股票 就規則大家一起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何去執行其實是 而且什麼點要做什麼事 其實是很難的 對阿 只是說我覺得很多人他們是 並沒有這樣子的想法跟看法 那我覺得也提供給大家 欸怎麼了 他看到屁都在哭 怎麼看到屁都在哭呢 怎麼看到屁都會哭呢 他看到屁都會哭 而且他看到屁都會哭啊 你會寫 他只有看到屁都會哭 以後我會 爸爸也會把這些東西交給他 就是 教他能辨識渣男 但他如果堅持要愛渣男 那爸爸也不會怎麼樣 然後就沒有人 要不然他很痛一點 他就會知道 好不好 老闆還沒有 或是讓別人痛你 不要 不要這樣 不要 好不痛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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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怪 他只有 他看到皮特 然後大概過了10秒 就會爆肌 等一下看不到皮特就好了 等一下看不到皮特就好了 等一下看不到就好了 好啦 這一集就這樣 我的目的其實只是想要提供給很多人不一樣的面向 去思考事情 就像我講 其實我跟大家在說的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我在溝通的方式 我並沒有要說服大家什麼樣的想法 我只希望 原本你的想法可能只有A跟B 那我講完以後 可能你在思考事情的時候會多C跟D 但是最後的選擇還是在你各位 祝各位蓬城萬里 戀愛順利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按讚 去我們的非洲按追蹤 去我們YouTube按訂閱開啟 然後如果你有吃的喝的工藝的事情 歡迎來信 來訊 跟我說 感謝歐米這次的邀請 下期見